不是奉仁人士, 但是有很多人, 都配戴十字架, 但是有很多人都配戴著十字架, 但有很多人都配戴著十字架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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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好嗎?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好, 因為十字架就是象徵著耶穌基督, 即使他們不是基督徒, 他們都配戴著神的恩典。 例如,如果你是軍人, 那你會放在這裡, 或在這裡, 你會放在國人的帽子, 對吧? 如果你是軍人, 那你會放在這裡, 你會放在這裡, 你會放在這裡, 所以如果有人看到你, 他知道你是軍人, 你會放在這裡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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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有人買了這個, 你會放在這裡, 你會放在這裡, 就像是軍人的衣服, 你會放在這裡, 但是你買來, 那你也會買, 這是象徵的基督。 有些人, 這也知道, 那種有些人, 明明他們成為基督徒, 他們以為他們看到實力的力量。 也許他們不知道有這樣的力量, 但也許他們不知道有這樣的力量, 也許他們不知道有這樣的力量, 也許他們不知道有這樣的力量, 那有時候他們可能用這個手指甲, 可能就是畫一些手指甲的動作, 或是看到有些神器的力量產生, 那他成為信徒。 其實是因此,14日, 教會提供了手指甲, 去祈福福祉。 當他們看到手指甲, 即使這個人不是基督徒, 或是否也不論是基督徒, 他們都很害怕。 他不是怕你, 他不怕你, 他不怕你這個十字架, 因為這個十字架就指向基督, 所以這是非常好的他們這樣做。 Вы把手指振動了。 好。 かった耶, 啊